好 主播再来关心 受到花莲7.2强症影响 天王新大楼是严重倾斜 也因为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是已经进行了拆除作业 而目前拆除作业进入到了第十天 目前现场的第四层楼已经开始拆除了 不过也因为在拆除的过程中 会有砖头石块或者是杂物的掉落 也因此稍早有一名住在附近的屋主 到了现场来跟市府人员陈情 表示说家里有一栋是有百年历史的日式建筑 也因此受到毁损 现在停下稍早访问 现在的状况是地震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是日式房子 所以当时地震的时候 我们家是没有任何的损毁 也没有任何落实的掉落 只有内部的东西然后倾倒 但是因为现在天王新大楼在拆除 拆除之后其实在拆除之前 当时我已经有跟建设处的处长反应了 因为它的石头只要掉落 任何的小石头掉落 就会造成我们家房子的屋损 因为屋顶的石头掉下来我们就会破掉 因为在天王新大楼的后半部跟民房比较接近 施作的空间有限因此目前是已经用钢板的方式来保护 另外还有要求施工厂商在拆除的时候 动作要尽量轻一点避免落实弹跳或是造成民房损伤 那么这个市府单位也表示说 如果是有损伤的状况可以先拍照记录起来 那么之后会来携投村里长来做确认 认定如果是灾损的话 就会运用善款来做补助的措施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